本节目由玩先生的toys独家赞助播出 更多改装乐趣请关注哦 哈喽anybody 各位帅气的小朋友们 欢迎收看正儿八经的玩具分享节目 我是正儿八经 我是玩先生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实用的改装 关于马克50的 哎 无视配件包 是我手上这款马克50主体 这个马克50一度被认为是最难换电池的机型 马克46和47表示不符 其中一样的嘔吐最多的莫过于手臂的开关了 这个开关神奇的设计在了页下 页下就页下吧 手臂弯曲扣掉上面的零件 完事 手臂先转再扣开另外一个零件 才看到开关 腿部比较简单 只要扣开这里 就可以看到电视上和开关了 只是这个盖板扣多了会卡不稳哦 头部就显得相当友好了 紫铁吸附 天灵盖拔起来 就可以看到电视上和开关了 再过来就是我们胸灯部分了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错了 揭开盖板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电视上和开关都在里面 这个呢也是相当轻松的 两手两脚 一胸一头 一共六处开关 我想让它帅 可是我是懒癌患者 开关都懒得开 更别说开关之前还要装电池 我完生生就看着它生锈 灯全都烧毁 我也不会装电池开开关 哎真帅啊 所以呢我把它改成一键开启 只要拨动背部的开关 全身的灯呢都会亮起来 肯定有很多小朋友问 可动性一定大打折扣吧 可动性基本上没有影响 头部向左向右 抬头低头 手部拉伸 向前向后 停举都没有问题 胸腰拉伸 弯腰旋转都没有问题 腿部拉伸 向前向后 换真正头也行 只要直接把它拔出 把上面的插头拔开 放回去 然后呢把真正头插上去 就可以了 那肯定还有小朋友有疑问 就是外观性肯定会有影响吧 要改首先就不要对外观产生影响 不然怎么摔得起来呢 除非用很刁壮的角度去看 不然的话呢 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线材 电池弹和开关呢 直接使用背部的 里面的三颗电池呢 直接把它更换成 五颗LR621的电池 这样子就可以完美解决 电压不够的问题 没有问题 拉伸胸部关节 然后发现里面会有个插头 磁铁吸附在里面 拔出来就可以了 插上外置电源 你就是长期最亮的窄 好了小朋友是不是想问 这么好的改动 哪里可以实现呢 当然在我店铺就可以代购啊 我店铺在这里 欢迎过来咨询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拉伸胸部感觉